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院判决为何前后不一 但是如果这样判下去 可能后续会引起很多的社会问题 法院该如何帮扶 才能让当事人走出绝望 摆脱困境 我们是在手机端上进行扫码 就可以实现最后一公里的 对他进行的帮扶 走出困境的母子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上午七点多 一位老人带着一名步履蹒跚的孩子 来到了医院康复科准备做治疗 这个孩子名叫小诺 他在这里接受治疗 已经有一年多了 是去年四月份来的 然后刚来的话 他是被诊断是一个 全面性的发育迟缓 就完全没有办法独立行走 然后认知的话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更接近六个月左右的水平 老人是小诺的奶奶 为了赶上早晨八点的康复治疗课程 他们需要提前两个小时出门 早期他不会走的话 都是奶奶抱着来的 现在就是跟他追到 出在里面也要十分钟左右 就是跟他追到 现在呢 刚来的时候 他一定也不会 那现在好多了 在我们临床上来讲 其实是比较晚 像其实可能他如果一岁前 进行一个及时的干预的话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为了能让小诺 接近同龄孩子的发育水平 奶奶一周四次 带他来做康复训练 风雨无阻 和运动水平相比 小诺的认知水平提升有些缓慢 奶奶告诉我们 小诺的父亲流量 从2019年10月起就下落不明了 小诺的母亲林丽 又不在本地上班 无法一直陪伴小诺 他三百门在路增三百 夜里三百门要三到一两点钟 回到同乡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一直关心小诺成长的 除了他的奶奶和医生 还有一位名叫沙云的法官 2020年3月 小诺第一次进入了沙云的视线 是因为小诺的母亲林丽 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2020年3月 小诺的母亲林丽 向法官表示 丈夫流量离家出走 已有半年了 什么消息都没有 因此他要求离婚 并且希望法院 能将小诺和小诺的弟弟 分别判给流量和他 来各自抚养 当时我认为这一点 在法理上不是很妥贴 因为在南方 下落不明的一个状态下 如果这个两个孩子的 抚养权分开 就是说给一个给妈妈 一个给爸爸 那一定会产生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抚养权 给到孩子父亲的这个孩子 会处于一种 事实事故的一个状态 那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通过询问林丽 负责办理案件的 法官沙云了解到 林丽和流量 是2015年10月结婚的 起初两个人的感情很好 两个人结婚了 很好很好地走路一起 踩着手楼走 一个他妈妈叫 这么哥哥哥哥 2018年初 林丽怀孕了 还是双胞胎 一家人满心欢喜 期待着新生命的降临 谁都没想到 从怀孕五个月开始 林丽的身体出现了异常 因为是双胎 然后他的可能 营养供给上 对于他的身体上面 可能有一些不适 要求要在杭州 一直是住院保胎的 一个状态 怀了之后 他妈妈吃了很多的苦 今天什么不好来 明天又什么不好来 老日一天 我儿子在东乡工作 有时候一天 跑来跑去 要跑好几次杭州 选择住院保胎 会产生不菲的费用 考虑到一家人的经济状况 林丽有些犹豫 当初的时候 是跟她商量的 保还是不保 我听你的 她说都这么大了 好吧 我说好 我也想保 那既然我们决定一致 那就保 在丈夫流量的支持下 尽管身体很吃力 但林丽还是坚持孕育着孩子 在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孩子早产了 刚出生 就被送进了医院的保温箱 孩子在保温箱 一共待了四个月 那这四个月 包括加上女方 前妻的一些保胎费用 一共是花费了 五十多万 将近六十万的 一个医疗费 除了高昂的费用 两个孩子 在保温箱里的 这四个月里 医生给其中的小诺 下了两次病危通知 医生告知她 你可能是需要放弃她 为了能让孩子吃上母乳 有健康的体魄 林丽出了月子之后 每周都需要在南巡 和杭州之间 往返两趟 我坐月子坐了三十天 我第三十一天开始 就背着母乳包 两天一次往杭州跑 松云无作 每天都在那里看 在那里琢磨 今天这个巨细包不好了 明天眼底不好了 脱氧不顺利 加母乳不顺利 什么事情 都是我自己亲自去订了 细心的照护 高昂的费用 林丽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当时的她 一门心思都扑在 两个孩子身上 并没有察觉到 丈夫刘亮的心理变化 那个时候其实她已经 不是很热心这件事情了 只是当时的我没有注意到 现在回头想想 可能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问题了 为了帮助小诺渡过难关 林丽向娘家亲友借了钱 也跟刘亮提起了 之前的费用报销问题 医疗费在后期的结算 和报销过程中 会有一个大概 40万不到30来万的 一个反倒病人账户的 这样一个款项 可以去报销的时候 我在坐月子我出不去 然后所有的单据 都是拿给她 拿到社区里面去报销的 报销完了之后 所有的钱都在她那边 让林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她跟丈夫提出 想用之前报销出来的钱 去支付小诺 下一步的康复治疗费用时 丈夫刘亮竟然选择了回避 后来承认说这笔钱她花完了 有一部分可能是借给了朋友 有一部分可能是花完了 妈妈当时跟我们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 她用的是震惊这两个字 林丽在内心里无法接受 丈夫竟然把孩子的救命钱给花光了 她觉得丈夫一定是有难言之隐 然而面对妻子的追问 刘亮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她就说她压力大 最后事情发出来了之后 她说她压力大 说两个小 我说你压力大 两个小孩在医院里面 每天几万块钱在花着 你怎么还敢把这个钱花出去 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 就是鬼迷了心窍就花出去了 是你自己亲生儿子的救命钱 这个事情还用得着 我去提醒你有多严重吗 因为这件事 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林丽说 她当时看在两个孩子急需照顾的份上 没有跟丈夫闹翻 而是另想办法去筹集了治疗的费用 花掉的钱我们也说不计较 就这样吧 就当给小孩看病看掉了 既然钱没了也没关系 钱没了只要人在我们还能再赚的 在我看来都可以解决 但在有的人看来就解决不了了 之后让林丽没想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2019年10月 刘亮突然离家出走 从此没了音讯 我媳妇跟我说 你儿子你叫我打电话 他说他打他们他不接 叫我打一下 我打不通了手机关机 刘亮再也没有露过面 逢年过节都不曾对家人打过电话 这个人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一句话都没有交代 你说走就走了 哪个人能够受得了 一直到2020年3月 林丽决定向法院起诉离婚 而当时林丽内心真实的想法 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迫使丈夫回归家庭 你回来 我们把小孩养养大 只要你好好的 好好的在家里面 我们一起做 总归做得出来的 你做不出来 我去做都没关系的 对于林丽来说 一个人担负起两个孩子的成长重任 压力实在太大 而对于小诺的奶奶来说 他也希望儿子能够尽快回来 重新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如果年事在上面叫他 马上回到家里了 我找不到他呀 我们家两个小孩 又情况不太好 我到哪里再去找一个 真的能够爱他们的爸爸 对吧 所以出于这个基础上去考虑 我想的都是你回来吧 我的孩子需要一个 从心里去爱他的爸爸 对于这个案子 法官们考虑 做出离婚的判决并不难 但是这样一来 这个家庭也会就此解散 对当时各方来说 这都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考虑到林丽的心理和经济条件 法官做出了 不予准许离婚的判决 患病的幼童 几次离家出走的父亲 这样走了三次 你叫我第四次再去找回来 再过日子我也没信心了 分身乏术的她 如何寻求法律的帮助 走出困境的母子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022年初 林丽再次向 湖州市南巡区人民法院 提起了诉讼 要求跟丈夫刘亮离婚 在法院的未成年人案件 综合审判庭 林丽再一次遇见了 沙云法官 经过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女方没日没夜的工作 所以她今年 我在见到她的时候 她是非常坚决地告诉我 我希望要离婚 刘亮出走之后 小诺的奶奶 一直在帮助林丽照顾小诺 老人的想法很简单 她不希望这个小家 就这样散了 她就是没有 她实际上也对儿媳 还是理解的 她还是自己的儿子 用我们这边农村的话来说 就是没良心 怎么就走掉了 那么刘亮为什么会 突然离家出走 坦白讲我也不知道 包括到现在为止 她给我的感觉 都是很老实的 就是一个很老实的男人 很本分的男人 林丽提到 结婚之后 她和刘亮赚的钱 都是放在一起打理的 她很信任刘亮 直到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 半夜我起来喂奶的时候 她的手机响了 也不是故意的要去看了 她的手 正好要找个手机灯 照一下东西 拿起来一看 有条信息 我点看来一看 是一个女孩子发给她的 一个网络主播发给她的 大意呢 就是安慰了她一下 网络主播 私发信息给你 肯定不对 对吧 要么就是聊得太深 要么就是钱花太多 就是叫她起来问一下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面对林丽的质问 刘亮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直接离开了房间 这是刘亮第一次出走 三天后 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下 她才回了家 此时的林丽顾不上生气 她希望刘亮 能把之前的报销款拿出来 这时就发生了 节目前面提到的 刘亮说 自己已将30万报销款 都花光的事 不赌博的人 每天早九晚五 上班下班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去 大额地使用这笔费用 刘亮说 这些钱大部分都被她花掉了 不可能找回来 只剩下三万块 是借给了朋友 小孩去做康复又要钱 要不然你去把她要回来吧 然后她说好 我去要 林丽带着两个孩子 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 刘亮的消息 晚上八点多一点去的 到十一点的时候 跟我说要到一万块钱 我说那你赶快把它 存到我的卡上去吧 去那个ATM机上面存一下 我说放在手里不安全 她说好 然而林丽并没有收到 转来的钱款 丈夫刘亮也没有回家 刘亮第二次离家出走了 一个星期后 被朋友从宁波市找了回来 这一次 林丽也不想再去追问 报销款都花到哪里去了 她只希望刘亮能够陪着她 一起度过眼前的难关 跟她说钱既然已经花出去了 那追也追不回来了 我们把这个事情商量一下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这一次林丽约上了几个亲戚 准备坐下来一起商讨对策 约了她的叔叔 他们一起到我们家去 说把这个事情商量一下 然后那天早上十一点多 她叔叔他们还没到 她说现在银行应该空的 我先去把流水拉出来 然后他们来了之后 我们就不用再跑一趟了 我妈一听这个态度也挺好的 我一听也可以对吧 最基本的信任还是要给你 要不然以后的日子 还没办法过 就说好那你去 去了之后就一去不返 这是刘亮的第三次离家出走 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逃避 让林丽彻底绝望 坦白讲你说这样走了三次 你叫我第四次再去找回来 再过日子我也没信心了 那么刘亮的钱到底花在了哪里 法官也进行了调查 发现她的银行卡流水里 有一些大额的打赏行为 然后也有一些网络赌博行为 刘亮再也没有了音讯 然而生活还要继续 为了支付两个孩子的治疗 生活等费用 林丽需要重新找一份工作 一个孩子面临着要去进行 长期的一个康复治疗 那么另外一个孩子也是 凹带补的一个状态 哪里来的时间停下来 小孩子早一点的时候要奶粉 包括现在还要喝奶粉 早一点还要尿不湿 对吧 这些钱都得我来掏 除此以外 向娘家人借的钱 也需要林丽独自去偿还 住院总共花了五十多万 这五十多万有相当大一部分 都是跟我妈借的 无奈之下 林丽把两个孩子 分别放在了外婆和奶奶家抚养 她告诉过我 她的生活状态就是 全年午休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下班可能要到十二点 我每天现在都只睡四五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早上要起来带孩子 四五点钟就得起来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重复 一天天坚持 可丈夫刘亮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林丽说 她一直强撑着这个家 就是希望刘亮有一天 能悔悟回到这个家 希望一家人能够团聚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失望的情绪也在不断累加 三次离家出走 两次起诉离婚 这样判下去 可能后续会引起很多的社会问题 孩子的未来何去何从 走出困境的母子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林丽的遭遇引起了 湖州市南巡区人民法院 温暖工作室的关注 而沙云法官 正是这个工作室的成员之一 南巡法院的建院历史也不长 只有二十年 但是在这二十年当中 我们通过几代人的接力传承 致力于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 探索开发了一个 涉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执行 三个案件的三合一这样一种模式 对于法官来说 林丽提到的这桩离婚案 判起来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让两个孩子日后的成长 能有更好的保障 分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经过第一次的离婚之后 双方的感情也并没有改善 但是如果这样判下去 可能后续会引起很多的社会问题 目前对于林丽来说 她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 如果她要继续工作 那就没有时间和精力 照顾这两个年幼的孩子 其实在婚姻家庭类案件中 对于孩子的处理 其实才是整个社会 稳定的一个基础 我们可能更要预计到 五年后 十年后 十五年后 2022年5月 湖州市南巡区人民法院 协同十五家部门 共同开发建立了一个 未成年人司法权益保护 一体化协同平台 通过这个数字化平台 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 一进入法院 就可以得到各个相关职能部门的 及时响应 针对未成年人个体 以及我们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 这样设计一个理念 对于我们需要帮扶的未成年人 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讲 我们是在手机端上 我们进行扫码 就可以实现最后一公里的 对他进行的帮扶 为了帮助小诺进行康复治疗 湖州市南巡区人民法院 温暖工作室通过平台 向湖州市南巡区卫健委 反映了小诺的情况 卫健委积极回应 帮助联系了康复机构 并提供了一些补助 缓解了这个家庭的经济压力 现在对于孩子的康复治疗费用来说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由国家去承担掉的 沙云法官提到 依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 在父亲流量下落不明的情况下 母亲林丽如果有抚养两个孩子的真实意愿 那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归母亲更为十一 他跟我表达过 这是我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怎么可能会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需要时间 我需要时间去工作 需要累积一定的财富 我才能够有时间和金钱去培养他们 幸运的是 林丽的娘家和婆家都表示 愿意帮助林丽照顾孩子 他也考虑了很久跟我讲说 我肯定更加希望对这个 发育迟缓的孩子更多的照顾 但是我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是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她 但是奶奶可以 了解了林丽的真实想法后 沙云法官还和小诺的奶奶 以及村委会进行了多次沟通 我们可以先把所有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给到妈妈 然后她让度出一部分的监护权力给奶奶 也就是让大宝跟着奶奶目前共同生活 如果奶奶出现了身体不适或者不再适合抚养这个大宝的一些情形出现呢 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就自动归到女方 这个提议获得了双方的认可 林丽愿意将小诺的部分监护职责 委托小诺的奶奶行事 而小诺的奶奶也愿意继续照顾小诺 那毕竟是自家的孩子自家的血脉 在身边的话她也会好很多 如果说你生硬一点 直接把小孩子全部给妈妈 另外一方面就是妈妈的压力很大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奶奶的话也感觉到很孤独 就是通过承办人的多方的一个做工作 然后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智慧的条件 最终湖州市南巡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准许林丽和刘亮离婚 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归女方所有 男方承担抚养费 判决当天 林丽和小诺的奶奶在村委会的见证下 签订了一份三方监护协议 妈妈将一部分的监护权力 让度给奶奶 让奶奶先妻去照顾这个大宝 那么如果以后奶奶出现任何的 不适合照顾大宝的情况 那么大宝的抚养权呢 就自动归为给了这个母亲 判决之后 法院温暖工作室 还为这个家庭申请了一份温暖基金 温暖基金的工作人员 还会对帮扶的家庭进行定期回访 确保这部分补贴 能够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于飞教授 欢迎于飞教授 于飞教授 这些案件 妈妈因为精力有限 所以把部分监护权呢 让奶奶承担起来了 但这是一个让渡的关系 这方面呢 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 像这种委托监护关系啊 是规定在其中一个主要依据 是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二十二条 对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由于一些正当理由 在一定期限之内 无法履行监护职责 那么就可以呢 委托有照护能力的人 来进行照护 要搞清楚这里的法律关系 进行了委托监护之后 谁是监护人 监护人还是母亲 他委托出去的不是监护人身份 而是全部或者部分监护职责 奶奶履行的是那个监护职责 但监护人呢 还是母亲 要按照法律的规定 尽监护人本身的权力义务 以及相关的责任 您觉得法院的这两次判决 是否体现了保护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这一原则呢 我觉得是的 你看这两次判决啊 第一次 第一次判决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的母亲要求离婚 法院该不该判离呢 判决离不离婚的 根本判断标准是夫妻感情 是否确已破裂 在这个时候 孩子妈妈为什么要起诉 她是为了要逼丈夫回家来 来共同去照料未成年子女 而不是感情破裂 所以法官在这里把握得很准 他就觉察到了 这里夫妻感情并没有确已破裂 要维持这个家庭 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 父母俱在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在这时候判不离 是贯彻子女利益最大化的 但到了第二次的时候 情况又变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距离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 已经超过一年了 根据明发点 1079条的第五款 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 双方又分居满一年的 因为丈夫一直没回来 事实上是分居状态 这时候就应当判决离婚 应当判离婚的情况下 子女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 判给父亲还是母亲啊 父亲长期下落不明 怎么可能判给父亲呢 按照子女利益最大化 只能判给母亲 这是法律上的一个确定结论 但是法官呢 又没有满足于此 他又继续又做了一步 判决下来以后 又跟三方 当事人又一起去签了一个 监护协议 这样的话 让这个又有能力 有意愿去进行抚养的奶奶 承担部分监护职责 分担了这个母亲的她的负担 同时监护协议里 她还约定了 如果将来奶奶丧失了监护能力的话 那这个监护职责 又自动返还给母亲 又避免了一次可能的诉讼 这种安排本身是很精心的 也是很精巧的 所以这前后两次判决 以及相关的这种监护协议的安排 都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人民法院 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来进行司法裁判 有了小诺奶奶的支持 加上法官们对孩子悉心的关爱 林丽现在终于可以放心地去工作了 林丽也提出 她愿意把老家拆迁后的补偿安置款 全部交给小诺的奶奶 用于小诺的日常生活和康复治疗 尽力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 在此我们中心的祝愿小诺 早日康复 平安快乐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于飞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再见